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片衣角也未扫到 将是众弟子看去 从未见过自家宗主如此灵力的建招 个个兴奋不已 心灵见过明氏比肩的次数更多 看到魏无羡只用了六成灵力 却已逼出江城事成灵力 更是在云淡风轻之间 便化解了他最为灵力的攻势 高低立宪 只是却不愿服了江城的面子 只在气势上做出勉力抵抗的样子 便如一夜行驶在巨海波浪中的孤舟 虽然随浪起伏 看似孤弱 巨浪却始终不能奈何他 两人拆了百招 胜负不论 只求尽兴 百招之后 两人皆收了剑 携手而笑 笑着笑着却又红了眼角 云梦双结 曾经一同吃住 一同习武 一同经历家族覆灭 一同乏温复仇 却也同时在阴谋算计中翻覆 经历着决裂驱逐 拔剑不叶天 直沉晴十六年 再寻不回顾人心 幸好 虽然尝尽了事态炎凉的凄苦 魏无羡还是回来了 江城望向他 问道 魏无羡 我一直想问你 若是大范山蓝忘记 没有将你带回蓝室 你是否会回莲花物 不会 没有蓝湛 魏无羡已死 即使活着 也可能会隐心埋名过一生 再不会与仙门世家有任何来往 莲花物 在我心中只会停留在梦里 我根本没有任何勇气再来面对它 魏无羡 你真是 丢人 江城沉吟了一下 终于说出了这个字 魏无羡所说是事实 没有蓝忘记护着 自己气头上可能就把他挤鞭子抽个半死了 至于其他想他死的人太多 他无法像蓝忘记那样抛弃一切去护他 终究他不是他的血亲 魏无羡了然的笑了 看着江城阴晴不定的脸道 都过去了 恩多愿多又如何说得清楚 索性 我又回来了 必要是云梦霜姐仍在 已经很好了 江城 既然他们叫我一声大师伯 我就教他们射射箭 画画符 可好 自然好 我要学破魔咒 还有射箭 跟四追锦衣他们一起叶列 看他们画符 我好羡慕 金灵不知什么时候 已凑到两人身边 听说魏无羡愿意教他 兴奋的大叫 好 我先将你们射风筝 那时候江城都射不过我 我已经十几年没射风筝了 好怀念呀 当魏无羡设下 飞得最高最远的风筝时 众弟子爆发出欢呼喝彩之声 江城邪尼一眼 冷喝一声 还是那么爱炫耀 却忍不住拿起弓 还是要和魏无羡一较高下 他实在不相信 魏无羡睡了十六年 还会那么厉害 那自己岂不是白活了十六年 事实证明 他还真是白活了十六年 在魏无羡和众弟子的嬉笑声中 人人都射到了自己想射的风筝 一个个嬉笑颜开 胆大的弟子被开江城的黑脸 赞叹道 跟着大师博学射箭真是太好了 既有趣又有长进 比被打折腿好多了 江城忙着大理的筹备 以及接待提前到的仙门 魏无羡则继续教导弟子们化福 两人闲下来时 也会一起喝一杯贺风酒 聊一下精灵的成长 十八年来 江城第一次感觉莲花物 也有如此欢乐的时候 第一次感觉终于有人能陪他喝 酒陪他互对 和他一起谈论精灵的成长 可惜这样欢乐的日子并不多 很快到旅大典的日子就到了 大理前夜 先门百家的人已经陆续到达莲花物了 按照江市和蓝市联名 发给百家的大理流程 明早一对新人将先在莲花物 按照江市的风俗举行仪式 拜祭江市先祖完成到旅大典 喝完江市喜酒后 第二日再遇见前往姑苏 在云深不知处 再以蓝市的风俗 拜祭蓝市宗祠 然后再喝蓝市喜酒 两人直接道吕 不论嫁娶 江市 蓝市都是四大家族之一 都要面子的 办两场仪式喝两次喜酒 本也无可厚非 只是身为先都的蓝市 竟然在江市之后办喜宴 道吕之礼仪在江市举行 可见先都蓝望鸡 对江市魏无羡的情谊 众仙家君致到 儿子乱葬岗围剿时 蓝望鸡宁愿备离蓝市 也要护蓝市 对这样的安排倒也在意料之中 江城和魏无羡对前来 观礼的仙家宾客 一一安排妥当 以致害事 魏无羡瘫倒在床上 抱怨道 这也太累了 太麻烦了 这都嫌累了 明天还有更繁琐的呢 找谁不好偏要找蓝望鸡 明知道他们蓝市 最重这些繁门入节的礼仪 我倒是想简单些 就怕被蓝市比下去了 你以后没面子 江城也抱怨着 精神却很好 那十六年 蓝望鸡处处跟他不对付 他去哪里找修轨道的人 都能碰上他 明明都是找魏无羡 蓝二还落了个缝乱必处的美名 处处压他一头 如今大理仙在云梦办 将是终于可以压蓝市一头 自己也算扬眉吐气了 看着江城一脸自得的样子 魏无羡拍了他一掌 道 蓝湛可是我聊了两事才聊到的道理 你可不能为难他 得了吧 还不知道是谁先动的心思呢 我倒是想赶他走 关键是他走嘛 明明那么多小姑娘都喜欢黏着你 怎么偏偏便宜了蓝二那个木头 蓝二才不是木头呢 敢明儿给你介绍个绝对的美女 符合你那其他择我标准的 你等着啊 你和蓝二结尾到旅了 云姑娘呢 他怎么样 能接受吗 不知道为什么 江城心里只为云林教区 那小姑娘真的很好 人长得漂亮 聪明能干 衣术高 出身好 真是完美的仙子 魏无羡怎么就瞎了眼呢 这样想着 不觉说出了口 云姑娘那么好 真是可惜了 魏无羡盯着江城 怅然若是的表情 恍然大悟道 江城 原来你喜欢上了灵儿 可惜 可惜什么 谁说我喜欢她了 江城长红了脸 忙着急否认 魏无羡摇摇头 她终究已经伤了灵儿的心